美羊羊是羊村最美 等来就颜值高 加上她特别爱美 这方面她堪比专家 基本上能变美的办法她都知道 期间还因为使用各种护肤品而过敏 她的美食付出了努力的 加上温柔善良的性格 说话还娇滴滴的 很多小羊都喜欢她 也有不少人嗑她与喜羊羊 终于美羊羊嫁给了喜羊羊 当她穿上婚纱的那一刻 灰太郎都心动了 真的非常美 在羊村高颜值的小羊不多 之前有花羊羊和丽羊羊 她们是上一辈的美女 花羊羊是曼羊羊的挚爱 她们两小无猜 一起长大一起玩耍 可命运弄人 她们终究是分开了 曼羊羊一直将关于花羊羊的一切珍藏 一个花羊羊的八音盒 她是如珍宝 花羊羊确实是大美人 可爱阳光的性格 怪不得能让曼羊羊永远放心里 丽羊羊是当年 风明海陆空三七的大哥星 除了她动人的歌喉 更因为她绝美的言 这羊羊为什么能娶她 颜值肯定是其中之一 新一代有了美羊羊 大家都很喜欢她 尤其是费羊羊 但是美羊羊似乎钟爱喜羊羊 在费羊羊与喜羊羊中 她的偏爱尤为明显 但喜羊羊似乎对美羊羊态度不是很明显 感觉喜羊羊对所有伙伴都一个样 将美羊羊当成好朋友 美羊羊付出得不到回应 在跨时空剧中 喜羊羊浑身插满了管子 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美羊羊在旁边哭得稀里哗啦 喜羊羊变成奇力时的时候 美羊羊也哭得很惨 大家都希望她们能走到一起 看样子愿望有机会实现 美羊羊如愿嫁给了喜羊羊 她穿上了粉色婚纱 好像换了个人一般 脸上洋溢着幸福 喜羊羊拿出大赞件 与美羊羊一起完成了结婚仪式 一直都相信美羊羊的颜值 但穿上婚纱时 依然被她惊艳当 就连灰太郎都心动了 灰太郎本来想搞偷袭 但是看到这一幕 她估计也下不去手 当然这只是一个游戏 并没有发生在剧中 喜羊羊与美羊羊只是好朋友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 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